大家好 我是赵培 在大陆民众反日热情是日益高涨 环球时报甚至记忆挑动中日战争 单是日本光文出版社旗下的Flash杂志 8月28号已经在网站上发布了 9月份即将刊出的封面 封面的大标题就是 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干部 人气AV女优 人体胜买春一夜 我不懂日文 但是汉字我看得懂 我只想说两个字耻辱 日本杂志这里有一个反日游行的照片 人家肯定奇怪 中共的干部怎么这么喜欢日本 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不喜欢 这篇文章是报道了 中国VIP专用特殊旅行行程 还做了实地的采访 有人在日本的高档会所六本目 看到中共的省级高官和国企干部 与一个在大陆十分有名气的混血 AV女优一块吃饭 通常这类饭局还有会后的特殊招待等等 有网友特地买了一本杂志 在微博上说 中国共产党国企干部 花高价东京买女体胜 玩AV女并列举了三家超大型企业的名字 那就是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但是这几家公司是不是有类似情况 有待考证 中石油这家公司大家熟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地盘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插手中石油 促成了重庆和四川很多高层光源的升迁 那么今年的5月 一个名为中石油 AV女优们特大丑闻的帖子爆红网络 这里面揭露了在高达380个亿的 中石油四川石化项目中 日本的岛金公司和他的代理上北京华尔达公司 为了取得上百台色谱仪的合同 先是超低价中标 接着将用户和总承包商的官员送往日本 用日本AV女优为这几名官员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其中一人回国之后喝多了的情况下是说漏了嘴 中石油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调查来调查去 最后实在查不下去了 于是在网上花高价删帖来降低影响 为此中石油的花费高达100多个亿的人民币 在钓鱼岛问题越演越烈的金蹄 除了这篇报道真是让人感到丢领 中国社会的冷漠色情泛滥 这些道德下滑现象 其实是一个上行下效的结果 中共无神论造成了官员们的道德崩溃 早已带动了全社会道德的下滑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